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星星 在农村有很多长寿老人 这个长寿老人对我们子女是有好处还有坏处呢 大家跟着我了解一下吧 大爷啊 吃饭了吧 吃完了 你这是弄的什么来着的 这是弄的纳鱼的网 拿鱼的网 带鱼是吧 哦 给人也带鱼 给人也带鱼 然后现在干人就做个活 干人活到冬季干 冬季又干 做不到干就会吧 这一会给多少钱 一会还得每天 每天给一百块钱 一百块钱 嗯 你知道平常的人还干什么吗 平常做那点 做那点后的下两地弄也不带 嗯 做得到一年留着长 这一年就当出边的爹 然后在汪汪域 嗯 就是过两花的 就当生活 哦 就当生活过两花的 嗯 过两花的 国家还给那个六四的 你叫老爷 嗯 他大娘呢 太 太得有哟 太有啊 他去这儿了 嗯 太得有 太有 都有 嗯 这是你的家吧 这是俺这个家是吧 怎么没大面 俺这个都没大面 我们家都这样做的 大爷你说每个家庭啊 有一个苍手老人对咱子女是有好处不 那啥啊 是好处还是坏处啊 哪有好处啊 哪有感觉啊 有个老娘是有好处 为什么有感觉的有好处啊 有好处还是啊 怎么着有好处了大爷 嗯 你感觉怎么着好处好处了 怎么好处 有娘人在家的这个 自己的老的有个味道也好啊 就是刚才孩子太老了 嗯 九十多了 嗯 去年 年车上不在的 去世的 他用什么 这几个棍子 三个棍子 两台 四个棍子 四个棍子 俺家里是老大 女人住吧 啊 女人住 女人住 哦 哦 女人住 哦 女人住 哦 女人住 他得破戏的又他得 展望 那看 这女人住住多了是你啊 女人一个月 女人一个月啊 要伺候的啊 哦 要伺候的 到了一户啊 一户 他二啊 他大二出世了 他二啊 他不算 哦 不算大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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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不想伺候 哦 他们的姊妹四个到处 就跟他说 哥哥 咱家也省安了 也省你了 对啊 一户安养那么大 一户安养那么大 啊 到了 咱家这么大 所以说 干养了 轮子养 你不算说 嗯 这狂子叫 叫我这么几个事 对 搞得给他说的 他在养那边 他在养那边 放了一份 他咱家说是不对的 他咱家说是不对的 他就是一安养 那样的 独的轮子 独的轮子养 你说的呢 你有老有少 才是一家人 对对对 对啊 有老有少 这是一家人 才是一家人的院嘛 怎样是在团圆 是不 通过了解大爷说了 家里有长寿老人是对我们有好处的 大爷还说了 有老的有小的才是一个温暖的家 所以我们要孝敬老人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